这是一台能够在40度时温的恶劣环境下 正常运作的超坚固迷离电脑 它有系列迄今为止最多最好的接口配置 无需工具即可开盖安装配件 具有优秀的高可维护性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英特尔酷睿Ultra 5 125H CP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华硕NUC14 Pro 去年英特尔放弃NUC系列产品的开发工作 让我们吃惊并遗憾 好在华硕接手才有了如今NUC的重生 面对崭新的阿苏斯NUC14 Pro 大家对它有怎样的期望呢? 华硕NUC14 Pro 装置的是英特尔Ultra 5 125H CPU 14核18线程 112EU的ARC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 5600MHz 双M.2PCIe 4.0 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E 卡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呢 电源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小电源是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除了我们常见的航家单槽小电源以外 这是我见过最小的120W DC电源 小主机是金属机身 塑料顶盖 机身接口 前面板 USB-C 3.2进2x2的接口 20G的带宽 双USB 3.2进2的A口 10G的带宽 电源开关键 建议大家都学习华硕 把真实带宽标出来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雷电式接口 HDMI 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USB 3.2进2A口 10G带宽 USB 2.0接口 雷电式接口 HDMI 2.0接口 一共四组显示输出接口 双侧和后部都有通风口 后盖采取免工具安装拆装方式 锁扣已经转到了开锁位置 轻轻拨动旁边的开关 轻轻提拉 后盖就打开了 是不是太容易了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左边是两块NVMe的散热铁 散热铁是贴在了铜片上 这散热不错 这下面可以安装一个2.5寸的SSD 通过这根特殊的SATA线揽 连接到主板上 双DDR5内层 5600MHz 2282的M.2 P3E 4.0的NVMe接口 WiFi 6E的板载无线网卡 2242的M.2 P3E 4.0的NVMe接口 改掉了以前M.2 SATA的接口 给一个好评 这台机器一共有三个存储接口 不错不错 原机是准系统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套金斯顿品牌的配件 两条46G DDR5内层 一条P3E 4.0X4的ETB NVMe SSD 装好NVMe 也是免工具安装的 装好内层条 BIOS很像以前的Intel NUC 这台机器厂家介绍 是可以设置稳定在40度恶劣温度下运行的 我们就来试一试这模式下的性能释放 在这里把35度改为40度 把风扇模式改为Cool 启动温度时后 我们运行华硕管家软件 把风扇模式改为高效模式 经过以上两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体验NUC44 Pro的最强性能模式了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W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开始运行在64瓦 80秒后下滑到55瓦 CPU温度同时一路上升到110度 触碰了温度强 然后保持在100度 整季功耗从87瓦下滑到77瓦 CPU整体频率运行在3.6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50分钟内 CPU功耗一直保持在55瓦左右 时温25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100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51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31度 内存和SSD的温度增低 CPU温度增高 我们首先使用NUC44 Pro主机的Ultra 5125H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1分56秒 共计716秒 与魔方13700H 还有友商的125H 跑出了几乎一样的成绩 CPU-Z多线程6609.8 弹线程725.9 多线程成绩和友商的125H几乎一样 Gagbench 5多核10962 单核1692 和华硕13700H多核成绩一样 Gagbench 6多核11785 单核2269 多核成绩高于华硕和魔方的13700H 也高于友商同款Ultra 5125H Citybench R23多核14673 单核1705 多核与友商的125H差不多 高于华硕和魔方的13700H PASMAC多线程26807 单线程3690 和华硕的13700H很接近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Ultra 5125H 64W到55W的性能发挥 和13代i713700H很接近 也和友商65W性能发挥的125H 没有差别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292742 CPU得分581340 我们还给这台125H运行了 OpenW测试 AES893343 XX20471315 Coremark437846 在Coremark成绩上和魔方13700H 友商的125H差不多 比明凡MS01 13900H都要高 但比AMD7840HS差了就那么一点点 我们也让125H跑 那么三大语言模型测试 还是贪吃蛇编程 结果是5.60Token每秒 测试时NPU都没有动 看来我们的LMStudio 没有使用AIP式的Ultra系列的NPU 列入图表看一下 确实不高 接着玩游戏 DP线51080P中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60多帧 复杂场景50多帧 荒野大标课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运针38帧 英雄联盟4K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好起来战斗起来50多帧 新穷铁道1080P 非常高画质 好起来60帧 战斗接近60帧 这就是112U的ARC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看我们最惯性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81度 SSD最高温度33度 内存最高温度79.8度 GIG奔机5下 OpenCell 28697 Vulkan 28015 图形跑分数据比上次测试的油伤提高了10%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测试结果 Timespy 3374 Firestreak 8202 稳定度99.5%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125H目前的核显到底是什么水平 Timespy 3374分 应该是比所有的780M核显得分都高 包括内存超频到7500MHz的天背GM10 Firestreak 8202分 这两成绩比友商上次的成绩都提高了10% 看来英特尔核显驱动有了进步 但3A游戏的表现离7840HS确实还是有一段距离 不过网优倒是赶上了7840HS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60Hz的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真正的HDMI 2.0标准 雷电式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雷电式接口能够支持4K160Hz的8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4K60Hz 8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 英特尔ARC 112EU的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可以流畅播放 简映4KAV1可以使用核显来编码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4800兆B达到了PCIe 4.0X4的入门水平 雷电式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B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注意这是在零以雷电式接口接入了高刷显示器 是测到的 我们又测试了前置USB3.2进2x2的接口 外接我们的雷电硬盘盒 确实超过了10G 不过也就超过了那么一点点啊 WiFi测试 英特尔X211 Wi-Fi61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 英特尔-226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vers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没有兼用性问题 阿苏斯华硕NUC14 Pro 装置了14和18线程的 Ultra 5 125H CPU 64W到5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95W 待机最高功耗5.8W 好久都没有看见这么低的待机功耗了 按这个结果 120W的小电源轻松搞定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7度 SSD待机温度22度 在台小主机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6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47分贝 华硕NUC14 Pro迷里电脑 装置了14和18线程的 Ultra 5 125H CPU 64W到55W的性能释放 性能表现不错 比13代i5强和13代i7差不多 它的内外接口有了很大的进步 听劝把2242改为了NVMe接口 也是4.0的 这样实际上小主机就有了三块不同的可用层储 是显示接口真不错啊 能够在极限40度的高温稳定运行 免工具拆卸底盖 安装配件 具有良好的高可维护性 这做工可真是一级棒啊 这两个雷电式接口 我测试了140W和100W的PD电源 都不能供电 所以只能依靠原装DC电源 才能启动这台小主机 我认为这算是一个小缺点 总结一下 性能释放还行 核显驱动两个月来提升了10% 希望继续加油 终有一天能在3A游戏中赶上780M核显 散热和精英稳定 毕竟可以长时间扛最高100多度的高温 这产品质量绝对强悍 接口兼用性有了很大进步 除了雷电式不兼用PD电源这一点 这台小主机 核显性能 是我测试的所有英特尔迷离电脑中最强的 做工接口都很优秀 品牌当然算是迷离电脑最顶级的了 NUC重生回来 华硕为它添光加彩 这绝对是目前最优秀的迷离电脑之一 推荐用于商业使用 也推荐给追求产品高品质的消费者们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